存在的一些公式,你如果要用Sub,馬上變成一個按鈕的話,那基本上就是這兩個規則 就可以完成了,不論你在複雜公式,反正就是兩個 應該沒有別的了,因為這個也是非常多的地方,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記得這兩個規則 那另外呢當然,Sub能不能呼叫自定函數 當然可以啊,比如說我今天 一般當然是 我們是先寫Sub再寫Function,那其實你可以先把Function 先寫好,再給Sub呼叫,那呼叫的方法其實不外乎也是這樣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邊在,也許從上面複製貼下來,把它改一下,門號呼叫自定函數 那呼叫的方法,不外乎就這樣了,其實就這樣 其實這個就是剛剛的清除啦,或者你可以把清除 貼下來,然後改一下,呼叫自定,那呼叫的方法其實特別重要 第一個,就因為這邊有個Function,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Function 拖拉下來 就是這個名稱,那我要怎麼呼叫呢 因為他會return嘛,return給誰 那剛剛我們是在這邊插入,所以他return到這邊 可是如果你是Sub呼叫他的話,你也可以 這邊再 打個手機有沒有 欸,瓜虎他會問你說,請你給我電信業者 在哪裡啊 那我們應該在哪裡 應該是在什麼 在這個上面 Sub其實就要自己去抓 所以是F G H 所以基本上的話,你要給三個資料 這三個資料分別就是 這個可以拖拉過來 這邊改F 所以給他第一個資料是電信業者 豆點,他會問你區碼,有沒有,你會發現那邊有出字嘛 那這個區碼就是G欄 所以再把它複製過來,這邊改成G 然後再來什麼,再來就豆點 問你莫碼,莫碼的話呢,基本上就是H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再拖拉過來,這邊改成H 好,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Sub 也可以怎麼樣 去呼叫 Function 不過前提特別重要,你可能是先寫好Function 再來寫Sub 那你做完之後呢,可不可以執行 基本上,不過他執行的方法 我這邊設中斷點,可以讓他停一下,因為 跑太快 呼叫的時候他會跳到上面去 我按 這個是中斷點 可以 他會停住 配合F8 傳過來的東西基本上 就是有一個11 因為我自動去哪邊抓呢 他會自動去 這上面抓,把11抓過來 然後把84抓過來 把7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呢 在Function 他幫你怎麼樣 幫你串完之後 Return給誰呢 給手機 手機串完之後 再丟回去 有沒有 再回來的話呢 實際上就跳回來這一行 他就直接把手機的結果 丟給這個儲存格 再放到這邊來 那因為是跑一個 連續的回圈 所以呢 基本上 把中斷點去掉 再點一下 讓他全部執行 他全部跑完了 OK 所以 這個變化還蠻多種 到底誰串誰 其實沒有固定 所以 怎麼寫比較順 你大概 我只要是多介紹 幾種方式 也就是說 VBA裡面 非常多的彈性 他可以在 ECL裡面 怎麼做都可以做出 你要的結果來 可以做出千變萬化 但是你最 最終還是要能夠 掌握住 你要提高效率 這個重點 不然的話 我想你們現在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 接觸這個東西 所以還是有需要很多的時間 去做消化 那所以 其實也許我們就把 今天的上課的重點 再做一個 重點 最後再回顧一下 所以你今天 需要做幾件事情 回頭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一些 簡單的 這個 函數 先做 就IEP L1 第二個 TES 所以你先等一下 驗證一下 到你這個會 就往下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開啟開發人員 然後 VBA的兩種形式 Sub 跟制定函數 Function Sub跟Function 然後呢 就是做出按鈕 那我們就是 門號清除 再來就是什麼 Function 最後才是輸出公式 再來就是輸出 制定函數 如果可以 你最後就是 把這些東西 做成按鈕 類似像這樣 門號 這個是用那個 Active 控制項 我找的其實 還很難分辨 差不多 OK 清除 然後再來就 這個是輸出什麼 輸出公式 清除 這個是輸出 也是結果 不過是用 制定函數 去呼叫的 我想大概今天 先 我想大概 差不多各位 已經飽和了 因為 也許你 如果本來你已經 寫過程式的同學 應該沒問題 如果你是第一次 接觸程式的話 那真的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各位 我也講了 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們現在學的是 開發人員的東西 所以 一定要再花時間 把畫面称 還給各位一下 往後 後面 我們還會有 其他的範例 我們上課的模式 基本上就是針對問題 為核心 你要怎麼樣 能夠越快的 把一個問題 解決 那就是我們 最好的答案 所以其實在裡面的話 我會用各種方式 教各位 也許 解決問題的 不外乎就是 我們有內建的函數 那函數部分 當然有一些 如果是簡單的函數 大概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 在 贅述 但是 如果 比較 不常用的 就是比較高階的函數 那我會 稍微介紹一下 那 再來才是 如何用 更高效率的方式 解決問題 不外乎就是VBA嘛 那VBA兩種方法 那當然你回去的時候 我們在雲端上面 有範例的檔案 今天也許先把那個 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大概告個段落 那後面有表單 不過表單我看 在下一個階段再來看 因為不然的話 複雜度還蠻高的 那再來下一次 也許你們回去可以 稍微看一下 我們還有其他像什麼 151 151開頭的 有一個刮鬍字串 那我們主要是 要把那個什麼 一個 資料裡面如果有刮鬍 刮鬍裡面資料幫我抓出來 這種需求 很簡單 那你要用 內建函數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VBA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最好當然就是 點下去自動全部完成 當然最好 可是如果沒有 那你就必須要自己變出來 150 152是 長寬高 不止一個刮鬍 有三個刮鬍 然後 後面還有就是 有關判斷 數字 中文 英文 等等的 比如說在內建函數 沒有這個功能 可是我要有這種需求 判斷說 我這個儲存個裡面 我可能 只需要抓裡面的數字的話 你幫我把數字 數字以外的東西又不要 那有沒有 有沒有內建函數是做這個 好像沒有 那怎麼辦 你就必須要 自己去定義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回去可以先試試看 那今天第一次上課 我們後面 也許就是按部就班 先文字與資料 在邏輯 在日期時間 數學 檢視與參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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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